這個project的由來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坦白說我都不太知道的 因為那次我在先唐朝班長禮那裏 說了幾句話 然後我接到花姐的電話說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加拿大的 我還有幾天才離開的 花姐打來第一句就說 現在有個有談的東西了 你自己想一下它 回到來就再開會 其實花姐一來已經是叫我拍 就沒有問我拍不拍 這條片其實有多久時間去準備呢? 其實嚴格來說不算很長時間的 可能只有一個多月的時候就已經要 由零開始 即是沒有劇本到有劇本到 Final定稿再找齊人去開工拍攝 其實可能是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你說兩個月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因為這次這個topic是拍 一些可能有關車 就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緊迫的 還有始終香港地拍攝就budget有限 就不能夠沒有那麼多空間去失誤 所以各樣都要很精準 故事就厲害了 我們找到阿輝做編劇 其實一開始開會的時候 我打算阿Man是做輔導的 然後不知為何聊一聊就說 真的好像沒有什麼人哭 做這個劇本的男主角 阿Man不如你做吧 那阿Man就叫到他就一定做 那end up 現在拍了兩天都非常之好 非常之順利 那故事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當初開會 大家在Ringsong 到底寫什麼 或者什麼類型的一條片會好一點 然後就在想 大家有沒有什麼好喜歡的元素 那我第一樣想到的就是車 因為我不知道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想 有一條我自己演也好 我自己參與的一條片是關於車 那這次就真的這麼大空間 那我就不理了 先拍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嘩 簡直是緊張 和腎上線素飆升的那種感覺 第一個shot 第一個鏡頭 其實就是拍阿雞和阿Man 在廁所裏面的動作戲 那你想想 第一天開鏡第一場 就已經是動作戲了 即是已經有 又不同一般的紋氣了 那處理的又大了 然後第一天去到現場 見到 嘩 對不起 那麼多人 即是這個有商機有成 已經是 比我們一開始想 先浪潮的這個project 已經的skill又再大了 那我知道我現場 我要控制到那麼多人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那個溝通和交流是很重要的 但是 幸好現在so far都順利了 是 他自戰說要做這個副導演的 他不是我找他的 他又貪玩 他又想玩 那男生一定是喜歡車的 那你知道有這些東西 又知道Aman做男主角 又那麼多 有很多不同的演員 阿祖 又又在那裡 即是全部一起玩 其實是 即是一聽到這個班底 都一定會心動上來參與一下 所以 還有他都做得很好 他也是第一次做副導演 他都跟得很細心 其實這個班底 是絕對是綠卡的 即是以這個 空間和資源 其實是很難可以做到 這個scale的事 但是幸好就是 即是 識人好過識字 即是有花姐的幫忙 這樣就找到很多 很好的crew 就做到這件事